我们家的全屋定制终于安完了 太难得了 安完以后 师傅说我们再给你做一张床吧 我们都很吃惊 他说你们剩的这些门板都可以做一张床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大大小小都有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超大的 这边还有 就是大小板都有 他说这些板子 你完全可以做一张床 那还有 这儿还有 反正总体来说达到了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要的是 虽然不是一门到底的那种 那种就是需要加那个拉制器 太长了门板会变形 我们从中间分开了 但是是内手口 就是从外面看的话 上面和下面都没有那个板 就是比较简洁整齐一点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选的这个拉手还是很满意 这个拉手是那种特别细的那种 比较简洁 还挺好的 开心 我们的次我 看这个拉手就是 还是蛮好看的 这有三个抽屉 而且他这个 选的那个脚链 我们选的是 就可拆卸的 这可以一扣紧的扣下来 是DTC的 这个脚链还挺好的 看 就是它缓冲力很好 抽屉的也也挺好的 还有我们的书房 书房是一整个大桌面 然后这是楼空的柜子 开放格 这是吊柜 这边是衣柜 感觉我们出 出空间特别特别足 这以后就是我们 两米长的大树桌 这边就是鞋柜 但是鞋柜这个面 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缺一个 做你们家这一单得赔钱呀 我说这也不是我们造成的 谁让他这个不是发错祸 就是缺这个缺那个 要么就变形 反正就是来回折腾 折腾了前前后 从安装 今年过来 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是去年12月做好的板 想想这都多上时间了 好在安完的整体效果还可以 就是板子得擦一下 因为白色的不太脏 上面就是有灰 剩下的这个板子看看 怎么利用一下